大家好,我是Amy 今次會和大家一起醃鹹甘吉 材料有這些,沒錯,只有兩樣 首先第一件事,其實我是不懂醃的 所以我就邀請蔡媽媽出來幫忙 第一個步驟,我們要先開水洗乾淨甘吉 然後檢查一下有沒有破爛的甘吉 記得摘甘吉的時候,不要整個撕下來 是要留定,不要讓它破爛,不然就很容易發磨 你看到這些破爛的甘吉,可能被狂吉破爛 又或者被蟲住的甘吉,我們就不要了 當甘吉洗乾淨後,我們就可以撈起來 進行下一個步驟,就是用熱水錄一錄的甘吉 大概浸10秒左右,就可以撈起來了 其實這樣撈一下也有好處,除了可以沖走表面的髒東西之外 也可以幫甘吉的表面灑一灑菌 下一步要做的事,就是讓甘吉的表面完全乾淨,沒有水分 如果你真的很乾時間的話,也可以用乾淨的毛巾 又或者紙巾擦乾表面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要準備一個乾淨的玻璃瓶 這個玻璃瓶,你事先可以用熱水消毒 先曬一下 下一步我們要做的事,就是把甘吉一層一層的鋪滿 我們首先鋪了第一層 鋪好之後,就可以撒少少鹽 然後再不斷重複,一層甘吉一層鹽 到最後,我們就可以把其餘所有的鹽都倒在表面 因為你倒在表面,其實它很快就會流到底下 所以我們可以反一反它,讓鹽儘量留在表面的桿上 因為當表面的桿被鹽醃過後,其實它會出水 其實那些鹽水都會很快浸在下面的桿上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下面的桿會沒有鹽 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陰涼的地方 當然越來越好 讓大家看看這一瓶 我想應該有超過十年歷史 我不知道,很久的 你看它在黑的水,可以用來畫山水畫 讓我把一顆出來給你看 我也知道,每個人的家中,用鹹甘吉的方法都不同 我家中就盡量放適量的鹽就夠,不會放太多 因為放太多的話,鹽也很難用 幾經辛苦終於取得它出來了 我習慣用暖水沖 然後當然要捕爛它 捕完之後,其實我也有點怕那種鹹酸味 所以我會加一點蜜糖才喝 很快,我們這杯Chinese cocktail就完成了 好啦,那我不客氣了 好啦,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家中是怎樣醃鹹甘吉的 對了,話說你們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回鄉下了 是我第一次去我爸爸的鄉下 如果你們想知道我吃了什麼的話 記得要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重點是,希望可以成功回到場 好啦,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拜拜